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天普时刻,我是主持人陈宇 天普大学的校园开始出现重新开放的迹象 在Suit and Saturday的银行与UPS已在周一开始运营 在此之外,Richie和Falafo穿车也开始了正常的工作 在周一,所有的学生运动员将可以回返校园而进行锻炼 天普大学在Edburg-Alson Hall外搭建了户外练习场 练习场内有所有的运动器材与运动训练设施的帐篷 这个星期天,天普时刻有机会采访天普大学的排球运动员Jem 以下是他对于天普大学运动员返校与训练场的看法 I'm excited to go back, I know things are going to be a lot different But especially being a fall sport, I really want to get back into the groove of things Like I've had a very long break, and I'm ready to go back 特朗普政府周一表示,签证禁令的执行对象将延伸至非移民 此举将对美国境外发行的绿卡禁令延长至今年年底 并增加许多临时工作签证 特朗普政府表示,此禁令也许将会为美国释放约525万个工作岗位 多谢您观看今天的天普时刻 我是主持人陈宇 更多内容请到templeupdate.com 或者Facebook,Instagram,YouTube或Twitter